東華大學 歡迎今天我們來到東華大學 今天是國科會人文沙龍 所補助的一個計畫 由國立中正大學所承辦 今天我們計畫的主持人 陳國龍老師也帶了他們的團隊 來這邊現場來做現場的一個直播 那麼你猜猜這場是第幾場呢 已經是第66場了 其實國科會人文處 進行的這樣的一個計畫其實是非常重要 他們主要把我們台灣的一些 各方面的學術的一個研究 用非常跟大眾親近的方式來進行推廣 那麼除了現場直播之外 之後他們這個演場的這個影片 也會進行特別進行後製 而且會放在這個YouTube頻道來播放 那也歡迎大家來這個來觀賞 我們今天的這第66場 事實上也是國科會人文沙龍來到台灣的 來到花蓮東華大學的第四場次 那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邀請到了這個 中央研究院歷史與研究所的研究員李貞德老師 他也是現任的所長 我們掌聲歡迎 我們可以從這個會動的海報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演講的主題是 當歸迎戰優美路 女人耀耀的近代跨界史 那麼在我們老師開始正式演講之前 我當然要跟在座 主要是跟在座的同學 我相信線上的很多的觀眾 應該都非常清楚李貞德老師他的一個學術的一個專長 那李貞德老師其實是台灣非常重要的這個性別史 醫療史以及法律史的學者 應該是這麼說長期以來 老師是以這個性別的視角來從事醫療史跟法律史的研究 比如說他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 是我們小時候就讀的 就是公主之史 你不知道的中國的法律史 另外還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書 就是那個女人的中國醫療史 那不只如此 李貞德老師其實也曾經從醫書的角度去研究所謂的情緒史 所以他曾經發表過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 叫做《校鬥考》 如果在場同學對情緒史有興趣的同學都可以拿來閱讀 那近年來 也從事了近70年來台灣的女性的司法人員 所以他整個研究的視角就是擴充到整個東亞跟近現代史的部分 那麼今天老師演講的主題就是本草學當歸樹的應該算是跨界一個旅行傳播的一個歷史 其實大概已經專研了有一陣子 那今天他特別把這個當歸樹 就是當歸跟外來的這個產品叫做優美露 來做一個這個一起討論 從女人耀耀的近代跨界史的角度來進行這個討論 那麼等一下我們就會這個享受 曾德老師大概80到90分鐘的一個演講 那在老師開始演講之前 我當然還是要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語壇人 曾德老師的這麼厲害的學者 當然要找一個厲害的語壇人 就是我們東華大學的歷史系的教授陳元鵬老師 來賓掌聲歡迎 我們都知道元鵬老師專長是醫療史、飲食史還有博物學史跟本草學史 比如說他寫過粥的歷史、窩窩頭的歷史、火雞肉飯的歷史 他在本草學方面也很有專研 包括他研究那個什麼骨頭有沒有龍骨 還有這個牛黃是不是 等等 所以他今天算是非常重要的 也非常適合的一個這個語壇人 那我們等一下也期待陳元鵬教授 他的一個這個語壇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的責任應該暫時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我們當然重點是要把 這個今天的這個時間呢 交給我們這個李貞德老師 來進行他的演講 謝謝 非常謝謝潘老師的介紹 也非常謝謝國科會陳國光老師的邀請 讓我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那誠如剛剛潘老師所說的 這個當歸的這件事情 確實是做了一陣子 但是之所以會做到這個地步來 完全是意外 原先各位知道 我本來是做傳統中國史的 特別是中古的那個部分 而且是性別跟醫療身體的關係 那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發現 好像當歸一直在各種藥方 女性的藥方中出現 所以我就想好 那如果有機會可以鑽研特定的本草 應該可以使我自己的知識範圍稍微深入 並且是擴大 所以呢我就嘗試著要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做下去之後就發現事情還蠻複雜的 本來是在中古一直到宋代 因為宋代中國的復科學確立下來 那結果一路做下來之後 發現不同的人提供了不同的訊息 甚至出現了 有人告訴我說 有一種藥叫做當歸素 有人告訴我說 有一種藥叫做優美路 好像都跟當歸有關係 可是這些都跑到了 近現代的這個課題上面 那我該怎麼辦呢 我就設法來找找看這些資料 結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逐漸形成了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些初步的想法 關於當歸的部分 我之前在別的演講也曾經提過 可是今天要講的這部分 因為是比較晚 才稍微深入一點的來看史料 然後來想事情 所以可能還非常的淺薄 那希望在座的各位 包括同學老師 還有在線上的朋友 可以諒解並且多多指教 我給的題目是 當歸素迎戰優美路 女人耀耀的近代跨界史 我要今天先跟各位稍微分享的 在這個海報上面 在演講的簡介的地方 先提到了申報 在1932年夏秋的時候 出現了一則廣告 強打佛詞當歸素的廣告 那我用申報提供給國科會 來做廣告呢 就是宣傳 主要是因為申報 大家比較熟啦 但是其實在現有的資料裡面 看起來好像比申報更早 在1932年8月的時候 新聞報上面就已經有資料 已經有廣告了 而且這個廣告呢 到現在為止數位化的結果 還有去看這個原本 看起來好像是比較清晰的 所以我今天演講 基本上是用這個 來跟各位先說明 當歸素的這個廣告 從何而來 但是內容其實跟申報的 基本上是差不多 那各位也可以在 我在這個標題的下面 所指出來的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1932年8月1號開始 一直下去 一直都有 就是連著不斷的出現 類似的廣告 但是每幾天 每一兩天就會出現 有時候在申報 有時候在新聞報 有時候在其他的小報都有 那麼它重點是在講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德國醫學界最近公認 公認什麼 德國醫學界這件事很重要 而且是最近公認 復科靈藥佛慈當歸素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呢 佛慈當歸素被公認的 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說 西洋無月經不調特效藥 中國有條金求似林彥芳 中國先醫之歷史的大發明 國產藥品之世界的新榮譽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強的一個廣告詞 然後後面呢 露露等一大串 這個太細了 待會我把它 key in 建成文字檔以後 再秀給大家看 一下子可能看不太清楚 不過 稍微可以先看一下的 就是這個 第一句話說是 德國復科專家 希爾特博士 曾研究中國醫藥 將中國藥當歸應用科學的方法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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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就一連串 介紹這一件 這個 希爾德國的 復科醫學專家 希爾特博士 所做的研究 然後這個跟 看起來好像就是在 幫這個佛慈當歸素 做廣告 sorry 好像就是幫佛慈當歸素 做廣告的 德國希爾特博士 然後呢 後面就介紹 佛慈當歸素 他是用我國的地道藥材來做的 然後當歸呢 其實是 中國的這個 散心科植物 裡面所產出的 稍微做這樣一個介紹 然後給了一個當歸的圖譜 一個本草的圖樣 最後告訴大家 這是從哪裡 產製的呢 是佛光牌佛慈當歸素 佛光牌的改良 國藥佛慈當歸素 他的這個出產者是 華商佛慈大藥廠有限公司 然後還給了這個 何時 南無大慈大悲 釋迦牟尼佛 廣告是這樣子出現 而且不斷的繼續出現 那這個廣告裡面 他所提到的這個 希爾特博士究竟是誰呢 在另外一則很靠近的廣告 大概是一個月左右 在 也是在新聞報 有另外一則佛慈當歸素 給的 佛慈藥廠給的廣告 他說是德國四大醫學博士 實驗發表 當歸素為 調經特效藥 四大醫學博士 他舉了幾個人 第一個就是 德國大學教授 希爾特博士 我把它寫在這裡 Ferderich Herf 他是誰呢 究竟實驗發表了什麼呢 為什麼佛慈大藥廠 這麼在乎他 一直把他秀出來 在這個廣告上 不斷地 來公告給大家說 這是受到公認的 非常有調經特效藥呢 那麼這就是我說的 優美路 打哪兒來的這個問題 Ferderich Herf 其實 他是1870年到1896年 德國在華的海關官員 到回到德國之後 後來又應聘到美國 在1902到1917年的時候 是在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教授 各位如果稍微聯想一下 1902到1917的時候 中國有什麼人去哥倫比亞大學回來 讀了博士 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 有嗎 胡適 胡適就是他的學生 所以他不是醫學教授 他更不是所謂的 副科醫學專家 他是一位漢學教授 在中國他待了這麼20多年 他看到這些本草藥材裡面 有什麼東西是將來他回歐洲去以後 對歐洲人會有用會有幫助的 他就想他就去調查 然後他就發現 他發現當歸的這個輸出量 還有產量還有用量都非常的大 他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可以介紹回歐洲的奔草 所以呢他就把這個東西 介紹回歐洲 然後在他的這個介紹裡面 他在1899年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 介紹這個他在中國看到這個當歸的時候 他說他主要的知識是來自於桃鴻井的 神農本草經濟柱 袁彭老師是神農本草經濟柱的專家 如果去查了以後就會發現 桃鴻井其實從來沒有把當歸當成是女人妖妖 總之夏德當他在介紹當歸回德國的時候 他說他的基本知識是來自桃鴻井的神農本草經濟柱 可是呢他也很聰明的說 他事實上發現真正中國醫生把當歸拿來處理月經問題 大概還是12世紀以後比較明顯很確定的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確定之後他就覺得在西洋到現在為止 好像沒有一個安全的通筋藥 如果以他在中國二十幾年的知識跟經驗可以收集到 或者是採訪到這樣子一味本草 應該會對歐洲人有幫助 所以他自己認為他應該是有貢獻的 所以他就把這個東西帶回去了 帶回去之後呢他就找到了默克藥廠 跟當時的默克藥廠的負責人來討論 要怎麼樣能夠用中國的當歸根來生產對西方人有用的調經藥 那麼我們在這個默克藥廠的這個檔案館裡面 找到了一個1896年的一個合同一個合約 第一個簽約的人就是Hers就是夏德 第二個呢是一個慕尼黑的另外一個醫生 這個醫生叫Heinz 他負責來檢驗這個當歸根 中國帶回來這個當歸根有沒有毒有沒有危險 如果吃下去給女人吃下去會不會有問題 那他做了的動物實驗發現是沒有 第三方的合約的人是誰呢 就是這個Merc就是這個藥廠 那麼三年他們三方簽了一個合同 而且根據這個合同 默克藥廠就開始生產當歸素了 那他生產這個優美露 我不要用優美露好了 因為優美露其實是中文的翻譯 在德國他們並沒有叫他優美露 默克藥廠就開始生產Humano 他把這個從當歸萃取提煉出來的通筋藥 叫做Humano 那這個Humano的醫學報告呢 就接著在1896年簽了這個合同 Merc開始產銷之後 在未來之後的十幾年 在歐洲的各個醫學雜誌 醫學刊物上面 就陸續出現了不同的醫生寫這個Humano 有什麼樣的功效 怎麼樣的安全沒有問題的文章 就是醫學研究論文 臨床實驗論文的這種東西 譬如說1899年我們剛剛說那個Heitz 他就有做了實驗以後說是通筋有效安全無毒 然後1899年的同時就在剛才Hers下德 介紹當歸的那篇長文 同一期裡面有另外一位醫生叫Arthur Müller 我們各位同學如果聽眾願意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這個人 因為這個在後來佛慈當歸術要介紹這個 什麼四大醫學專家的時候 他也是排在裡面的 Arthur Müller 他也做了一個實驗 用14個金幣就是月經不來 會肚子痛很不舒服的女性的病人做例子 來給他們吃然後吃了以後就通筋了 1899年另外還有一個比利時醫生 也在用了他自己五個月經困難的個案 結果發現有效通筋 通筋完全得到治療 1899年的時候 Merc就在他自己的這個年度報告 藥廠的年度報告說 引證了上述幾位的研究說 我們確實這個新藥是有效的 我們要推出了 1900年、1901年、1910年 其實陸續都有在醫學雜誌上面 都出現這些報告 每一個報告可能有14個病人的 可能有12個案例的 可能有幾個 有的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譬如說1910年 Richard Palm 的這個個案報告裡面 他就說 有12個非常嚴重金幣的個案 吃了以後完全沒有負面影響 月經就來了 就通了 人就舒服了 胃口也好了 失眠也沒問題了 什麼都好了 就什麼都好了 女病人非常非常的撐到 在 Palm 的這個醫學期刊 的最後 他還引述了他一個女病人的話說 Human從來都沒有讓我失望過 我只要月經不來一吃它 馬上就好了 整個人就高興了 我現在每個月都期待可以吃它 你看這個廣告 不好意思 我叫它廣告 這在醫學期刊的最後一段 引述了這個女病人的反應 說實在是太高興了 而且呢 原先呢 他因為他已經生過三個孩子 又兩次流產 他實在是月經不來的時候 他真的很害怕 如果又是懷孕了怎麼辦 結果這個Humano吃下去之後 月經就來了 顯然這個Humano 甚至還有一個驗孕的這種效果 但他不是說他懷孕了 然後Humano吃下去墮胎 不是這個意思 所謂安全的通經藥的意思就是說 吃下去之後 如果有懷孕 就不會月經來 如果沒懷孕 月經就會來 這就是安全又有效的通經藥 那這個做法 其實老實說 我們在讀明清的醫學史的時候 也曾經在明清的醫案裡面 看到女人用這個方式 就是月經不來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懷孕了 然後就去用當歸湯 怎麼樣來治療 結果發現月經來了也沒有問題 或另外有一個女人 喝了兩三次以後 月經還是沒來 可是肚子動了一下 可能真的懷孕了 所以他就不敢再吃了 然後後來小孩子就順利生下來 可見這個當歸呢 是有雙面的效果 並不會影響 就不會造成流產 但是可以通經 那這個Richard Palm的這個紀錄出來之後呢 簡直就是很確認了這個Humano的效果 可是呢 Palm的這個後面 就講了一兩句說 可是我有的病人不大喜歡吃 因為覺得它的味道不好 苦苦的 味道 這個其實老實說 我們 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年輕人 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是從小吃飾物長大的 不是從小 不好意思 就是青春期以後就吃飾物長大的 每次聞到那個飾物湯 都覺得好香喔 飾物的第一味藥就是當歸 它是歸勺地窮嘛 當歸勺藥地黃窮窮 所以我剛看到那個報告說 德國的女病人覺得當歸味道好難聞喔 我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原來還是有人會不同文化 不同的習慣的嗅覺 這是為什麼情緒 或者是感覺的歷史 其實也是可以 它是有文化的這個框架的 總之不論如何 Merc這個藥廠呢 很懂得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他既然要賣這個藥 又覺得自己的藥是安全有效的 當人家的反應是有效 但是味道不好 那還不容易嘛 於是呢 他在1912年的時候 就開始出定劑 噴下去就可以了 不會有聞到味道的這個問題 所以在1913年的時候呢 Zeman這個醫生 竟然已經在 這個是個德國醫生 在赤道的這個殖民地工作的 他說啊 在那邊的歐洲的女人 確實非常需要這個藥 而且他也看到 也買到了這個藥 那麼對於純粹因為緊張 而不是生殖器的器官有病 如果是癌症或是子宮癌 或是其他問題 光光吃當貴士 光光吃Humano可能是沒有什麼用 可是如果純粹是緊張壓力 各種不同的狀況 而造成的金幣或金痛的話 那麼Humano吃下去是絕對有用的 於是呢 湯味的味道苦出定劑 Merc配合消費者的需求 所以之後我們就看到在市場上 Humano又有定劑又有湯劑 並且開始來賣 那麼1914年的時候 Merc藥廠就徵的廣告 就是長這個樣子 中間的那幾瓶 就是他們的Humano 有的時候裡面是裝湯液 有的時候裡面是裝定劑 就是藥丸 方便服用的 那麼Merc在為Humano做廣告 要宣傳的時候 常常是會針引剛才我說的 那幾位醫生的醫學報告 一串一串大串的文字 說醫學報告說什麼 哪一位醫生的醫學報告說什麼 就按這個方式 就是條列敘述下來 然後最後打出左邊的廣告說 這就是我們的藥 然後Humano就是通經藥的意思 那這就是我們要賣給各位的藥 左邊下面就是Emerc Darmstadt Darmstadt 有人翻成達姆城吧 Emerc 早期翻成Emerc 最近大家都只叫默克默克藥廠 在疫情的過程當中 如果對默克藥廠都沒聽過 就有點奇怪 應該是對全世界各大藥廠 我們都很關注對不對 那默克是其中一個 那他在1914年的時候呢 就針引這些醫學報告 然後做他的廣告 可是這個醫學報告 這些醫學報告或默克藥廠 自己的年鑑報告裡面呢 有一個困擾的地方在於 我們從中國進口的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在西方新的生物學的脈絡下面 它是什麼東西 你從中國 你問中國人 中國人就跟你說當歸嘛 這個有什麼好疑問的 就當歸就當歸啊 可是呢 你拿回去歐洲以後 要開始萃取 要開始製藥的時候 有人問這是什麼 在拉丁就是二民法 在這個新的這個我們認識生物的 這種系統裡面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發現每一次的這個報告的內容 都不大一樣 1899年的時候 默克介紹新藥的時候 他說我們 Humano是來自中國的 阿拉利西亞植物的當歸 那阿拉利西亞是五家科 可是到了1910年的時候呢 就這個報告裡面又說 有可能是五家科 但是也有可能是散型科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疑惑跟轉變 就是對認定的轉變 其實跟默克邀請不同的學者做研究有關 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些醫生的報告 其實很多也都是默克藥廠 先把他的藥製出來以後 就送給不同的婦產科醫生 你們用看看啊 如果用的好的話 你就可以幫我寫一個報告 然後都登在這個醫學看護上 然後我就把這個醫學看護上的文章 引到我自己的廣告單裡面 然後我就可以再去賣 就是這樣循環著來宣傳 跟實驗研究然後宣傳 這樣循環的這樣進行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到底在賣的這個原料是什麼東西 他也要請人來研究 結果呢 有一位俄國的學者 藥學家 他就做了這個 他就做了這個研究 他自己找了五種樣本 一個樣本是從俄羅斯駐北京的 皇家醫生那邊收藏的 還有一個呢 他從聖彼得堡的皇家植物園 中國區那邊取來的樣本 那這個樣本 是從張家口的商人那邊取得的 放在這個聖彼得堡的皇家植物園裡面 還有一個樣本呢 是他自己從中國貿易都市買賣成 買賣成在俄羅斯 中國跟俄羅斯邊界恰克毒的對面 那這一位俄國學者自己去買來的 然後呢 他也跟默克藥廠 取得了默克藥廠 做Humano的這個原料 最後他又從漢堡植物研究所裡面 取得了一些樣本 他把這五種不同來源的樣本 全部都經過外觀的檢查器位 切片 顯微鏡看 然後這個 萃取 然後想要知道 大概是什麼東西 最後他得到一個結論是 這個應該是個散型科的植物 跟當時歐洲人已經認識的歐當歸 這種植物應該是非常類似的 這是他的研究報告最後的結論 那因為這個研究報告有取得默克藥廠 Humano的樣本 跟這個當歸的樣本 所以默克藥廠最後取得他這個報告以後 就覺得應該要更新自己原來在認為是五家科的這個看法 但是又不是很確定 所以說也可能是五家科 也可能是散型科 那到底是什麼呢 到了1914年的時候 就我剛剛說了 1896年 1899年 1901年 默克在不同的這個五家科跟散型科之間 搖擺來搖擺去不能確定 1910年的時候 Lasenius的這個報告出來 確定是散型科 1914年的時候 默克的宣傳廣告 終於說 這個是我們用的這個原料 是來自中國的散型科的植物 當歸 可是很有趣的 我在看這個默克的年度報告 就是他的檔案裡面 我發現1920 1922 1927 他們內部自己在說 我們需要多少的原料來做Humano的時候 每次都還是寫Alaria idulus 這個其實是個五家科的植物 我們現在可能叫他食用土當歸吧 但是反正他就不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 在下面的這個 Angelica sinensis 不是這個所謂的中國的這個當歸 不是同一種東西 那也就是說默克藥堂 可能從中國取得的確實是 我們今天所認識的這個當歸 他也請學者研究以後認定 確實是散型科的植物 可是當他在做宣傳 在他的內部報告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就變成一個 長期的習慣性的寫法 一直都是用這個名稱 就這樣寫下去 可是呢在1923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 在有一篇 有一個在香港的醫生寫的一篇 關於當歸 就是他要介紹中國的一些本草 對西方人有用的研究的時候 他舉了五個例子 其中有一個 第一個例子就是這個 有一個例子就是當歸 那他說呢在1923年的時候 這個Peter這一位醫生 在1923年的時候呢 他看到 至少他知道 有兩個團隊在研究當歸 一個是日本的團隊在研究這個 然後發現他對腦有鎮靜的作用 那另外一個團隊呢是在北京 在北京的這個團隊 其實就是北京協和醫院 1923 1924的時候 也在研究這個當歸 那他們用的這個材料呢 是來自中國西北的 這個Angelica Sinesis 最後的得到的結論是認為 他有非常強烈 對子宮的肌肉 有非常強烈的作用 因為當歸入藥 實在太過頻繁不能忽視 而且德國的默克藥廠都已經取得了 他的產品都已經取得了正面的效果 所以他們就做了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那至少我知道 在1934年的時候 我在德國默克的這個檔案裡面 看到他們已經在參加 他們在參加那一年 德國的所謂德意志人民 德意志工作的展的時候 他們希望為Humano 找到一些本土的散型科的替代品 所以看來 默克藥廠至少到1930年的時候 已經很確定 他們用的是散型科的植物了 那麼當中國的佛慈大藥廠 要推廣它的當歸宿 說德國醫學界都公認當歸宿 是很有效的時候 他所說的公認 德國醫學界是如何公認這個藥效的 這就回到我剛剛所說的這個重點 第一個默克藥廠在1897年的時候 他首度在他的藥廠設立了廣告部 這個廣告部是放在科研實驗室下面的 1899年呢 默克藥廠就開始發送不同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 把藥送給人家 然後讓人家試用 然後叫人家寫論文 然後就登 登了之後呢 他再把這些論文摘入以後放進去 然後再放到他自己的這個廣告單裡面 這是我看到的這個 光光Humano的廣告單 就這麼多 到了1901年的時候呢 默克藥廠又把他們生產的各種藥品 一些藥品 放在有18種藥品 寄到了醫學、獸醫學、農學期刊的廣告藥單中 那當歸也是這一批 就他們的第一波開始練習宣傳 的時候的其中 就Humano也是其中的一個 所以這個所謂的 德國醫學界公認藥效的這個 其實有個歷程的 那而且呢 他們因為這樣子宣傳的關係 就是德國的婦產科的教科書 就大學用書裡面 也已經把Humano放進去 雖然這個教科書的這個作者 就是這些醫學教授 第一句話還是說 哎呀傳統的通經藥通常不是很可靠的啦 還是化學藥比較可靠 意思是這樣 但是呢 比較有效的安全的可能是水洋酸鈉 這是其中另外一個 此外 教科書還推薦 還有過蒙酸甲 蘆草三道年 芹菜腦等等 以及最新出來的Humano 建議每日三池就會有效 這個這樣子的教科書的介紹呢 是一直到1920年代 大概20年代末吧 應該都還是會頻繁的出現 比如說用於促進骨盆的通血 就可以用為通經藥的藥劑呢 除了有一系列屬於清洩藥 種洩藥的家庭常備藥之外 還有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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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中國當歸根所製成的Humano 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它會已經有名到 或者是說被所謂公認到 可以放到婦產科的教科書裡面去了 那莫科藥廠呢 除了在這個醫學雜誌上面刊登廣告 然後請人寫醫學論文 然後名列到教科書裡面 得到所謂的公認之外 它當然最重要的是要賣嘛 所以它會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 想辦法去登記註冊商標 然後來專賣它這個Humano 這個新的藥 那麼它在1907年的時候 到比如說奧地利、匈牙利、義大利、美國 各地去登記 專賣的這個商標登記 其中也包括Humano 可是呢卻沒有到中國來做登記 在它的1907年的年度報告 內部報告裡面是說 因為中國沒有可靠的商標法 我們不知道登記之後 到底有效還是沒效 或者是到底有沒有法 可以讓我來登記 都還不是很確定 那1909的時候呢 它到秘魯1939的時候 到瑞典 到世界各地去登錄 給Humano做商標登記 然後可以到世界各國去賣 那它的宣傳還有銷售的廣道呢 也不是只有在德國 還包括比如說波蘭、法國、俄羅斯、大麥 還有北歐諸國 那麼在美國呢 還有南美洲 其實也都有Humano的這個 就是我看它的內部報告裡面 或是這些財報 就很多的收益 可是很不幸的 就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1914到1918 打仗的過程當中 藥廠還有他們的經銷 當然會出現一些問題 那到了1918的時候呢 在這個報告裡面說 美國跟俄羅斯 可能有一些款是收不回來 就是有一點被倒了 沒有辦法的這種情況 他們必須要重新開始 就是一次大戰到二次大戰中間 他必須要 莫克藥廠要重新開始布局 來賣它的這個產出的這些新藥 包括Humano這樣的東西 那後來我們所看到的呢 就發現好像中歐是Humano 非常重要的一個產銷的對象 譬如說捷克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在財報裡面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捷克的這個收益非常的多 那這個是數據了 看起來是看得出來 他賣很多 可是比較沒有感覺 至少我比較沒有感覺 可是呢有趣的是 竟然我在一個德國詩 捷克詩人的詩裡面 看到Humano這個藥 我就覺得很驚人 這一位捷克的詩人呢 1920到1924年很年輕就去世了 他曾經在1921的時候寫過一首詩 後來收在他1922的詩集裡面 那首詩的名字叫做 《銀勇那未出生的孩子》 這首詩很長 前面是在講青年的情侶 歡愉 在大城市裡面如何的花錢月下 親親我我 幾段之後呢 就到婦產科診所去了 婦產科診所裡面出來之後 就是這一段說 親愛的當我們下樓時 讓我來扶你吧 我不會再勇敢了 我只會嚎啕 我嚎啕什麼呢 我嚎啕哭 在萬事萬物之中 我什麼都沒有了 只有口袋裡面的一瓶Humano 哀哭我的創傷 我的創傷從何而來 是遭一個已死的孩子的手 的痛疾 意思其實就是 歡愉之後 小孩沒有要生下來 所以就跑去婦產科診所 墮胎 墮胎之後 醫生就給了這個女孩子Humano 放在這個陪他去的男生的口袋裡面 然後這個男生就扶著這個女孩子下樓 那他就提到了這個Humano 想想看這是一首 其實這位詩人Valker 其實是應該是捷克共產黨創辦人之一吧 至少是跟20年代捷克共產黨的創辦 是密切關係的一位文人 那他是很年輕就去世了 那這寫他的詩裡面很多很多次寫這個 中下層階的青少年 青年男女的生活的困境的這種東西 那在他這首詩裡面 我們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 不曉得 可是呢 詩裡面卻很有趣地提到了 這個婦科的藥 也就是說 他如果這樣一寫 大家都知道他在寫什麼 那就表示在捷克的婦產科診所 的那個年代 其實Humano很可能是常常擺在那邊的藥之一 那也就知道 也就對應了 呼應了我在默克的檔案的這些財報裡面 所看到的 年度報告裡面所看到 默克藥廠的這個Humano 銷到捷克就在中歐 真的是非常的熱門 那其實他當然不是只有在中歐銷啦 一戰二戰中間 他還是到處銷 凡這邊有點的地方 通通都是這個是美洲 這邊是歐洲 當然是很多啦 很多很多 然後南亞也有 然後中國到1928年的時候 他終於來了 來自中國的當歸跟默克製造的Humano 傳歐之後又反華 終於回到中國 到1907年的時候 他說沒有可靠的商標法可以用 所以他們沒有在嘗試在中國登記 可是到1928已經民國時候了 默克就給他自己的這些藥品 就登入商標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Humano Humano來到中國之後 在1928的第一次的宣傳廣告裡面 所看到的叫做Patent Medicines 它翻成精良藥品 是由當時默克在上海的 這個新華代理 新華公司代理的藥這個公司 來出版的 而且是中英對照 這個很有趣 就是說 默克藥廠要來中國正式上市 要賣他的藥了 然後呢他出了一個小冊子 把裡面他要來賣的這些 登錄了商標的藥都介紹出來 而且是中英對照的 那這個精良藥品的序文是誰寫的呢 是一位叫丁明全的醫生所寫的 這位醫生打哪來呢 他是德國魏磁堡 Woodsburg大學的醫學博士 在他的這個序言裡面 他就說 德國達姆城的伊莫克化學藥廠 是非常重要 它的歷史悠久 規模宏大 是世界各國醫藥學化學家 稱道的巨擘 那麼他最大的發明呢 之一是這個馬菲 是世界有名的鎮禁劑 而為醫家病家不可或缺的 那但是呢他對中國的藥呢 也非常有了解 非常有興趣 有有特殊之研究 最著名者就是當歸跟麻黃 兩樣 那丁明全寫了這個序言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在精良藥品裡面看到 他把當歸 他把Humano拿來介紹了 可是當時他怎麼翻譯 他把它翻成當歸精 當歸精呢是精良藥品 就是Humano在中國的精良藥品裡面 翻譯成當歸精 而當歸精的介紹最直接的就是 調精種子捨此莫有 這個實在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同一個時代的 在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些 在德國或在歐洲的這個廣告 你可以看到Humano的主打 就是月精不來 然後肚子會痛 精痛 是精壁跟精痛 然後是調精 然後這個醫學報告裡面 所反映的女性的聲音是 哇 我吃了以後月精終於來了 我已經懷孕三次流產兩次 我沒有要再生孩子了 所以我吃了Humano之後 其實解決了我的很大的煩惱 這個是他在宣傳的時候非常重要的 就是精壁讓月精能夠通順 精痛讓月精來的時候不要痛 可是到了中國之後呢 Humano被翻譯成當歸精 這個是不是也是 然後他的主打的這個效用是 調精種子捨此莫有 這其實是不是跟默克藥廠 當發現德國的女性不喜歡當歸味道 她就出定計 當她要把同樣的一個藥品賣到中國來的時候 發現中國女性在乎的可能不見得是 我已經流產三次 我不需要再懷孕了 拜託吧 讓我吃下去以後就可以通筋 不是 他主打的那個效用是 你吃下去以後 你就會能夠懷孕 你的調精能夠讓你順利的懷孕 這個其實是 跟他在歐洲的時候所強調的功效 其實並不完全一樣 基本上甚至在醫學報告跟這個廣告看起來 甚至有一點分道揚鑣的這種感覺 那麼這就來了 既然是來到中國之後 Humano被翻譯成 一開始被翻譯成這個當歸精 不過後來我也發現 在沒有多久以後 在中國的這個新華藥廠 就發現他可能要取一個更吸引人的名字 所以他就把它取名叫做優美 Humano就取名成優美露 一開始的時候 1928的時候 剛剛進來的時候 他把它取名叫當歸精 還是著重當歸這個東西 然後強調調精種子捨此莫由 但是過了兩年之後 他們新的這個廣告出來之後 就用優美露 他有各式各樣的 而且也開始著重 他在歐洲的時候所談到的 月經停止、月經不准、經痛的這些問題 這是有趣的地方 接下來 中國的東西要來挑戰他 要來迎戰他 當然要抓住中國自己的特色 那麼1928年進來的時候 有一個事情很有趣就是 當他進來藥 就是西方的藥用中國的原料 然後製了以後 又供進來的這個時候 剛好是1929年 就是在談所謂的中醫 廢止中醫 就是中醫沒有用了啦 已經被西醫都打趴了 就不要中醫了 開始有人談說 那是不是醫不要 因為這些陰陽五行啊 什麼氣啊 搞不清楚 可是藥這個本草 這個還是蠻重要的 是不是用藥 但是醫學的那一套理論 陰陽的這些就不要了 但是本草的藥還是藥的 還是需要 而且還是值得發揚的 那就有各種不同的談法 西方的藥供進來 中國人開始談 中醫還要不要 還是我們要改良自己的藥 的這個時候 有一個韓國裔的企業家 這個御惠官 他跟中國的實業家 還有跟中國的佛教徒一起籌組 成立了佛慈藥廠 那以我佛慈被捕救眾生的這種心態 說要來推廣 要來改良中國既有的這些藥 然後成立了一個藥廠 那1932年的時候 他就推出了這個佛慈的當歸宿 下面的那張照片是1930年代 但是不確定是哪一年 上海佛慈的上海第一工廠的一個照片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就來迎戰了優美路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 這迎戰優美路的第一個策略就是 當歸宿就是優美路 這個實在是很有趣 因為德國的醫學界最近公認 也不是最近 剛才那個廣告1932年 第一個廣告是1932年出來的 各位如果還記得我剛才放的 夏德的那張介紹的話 他1927年就去世了 夏德1927年就已經去世了 佛慈當歸宿是1932年才出來的 可是他的廣告說 德國醫學界最近公認 然後接下來說 希爾特博士說什麼什麼什麼 接下來的廣告又說 德國的四大醫學博士實驗發表 這些專家所做出來的所謂的公認的藥效 來宣傳我們所賣的 產製的這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說 他的迎戰第一招 當歸宿就是優美路 優美路就是當歸宿 他完全不提有優美路 因為 所以默克還在上海賣這個藥啊 同一個時候 但是在佛慈的這個宣傳裡面 用的是德國的實驗證明 可是他賣的那個產品 是佛慈當歸宿 所以我可以說嗎 這是他的第一招 第二招呢 其實也可以說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或者也可以說 東方有聖人出 西方有聖人出 西方有聖人出 東方有聖人出 大家都想到同一招 就是用科學研究 或是研究報告來做為宣傳 這是我剛剛說默克的一招 而且在西方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 這種藥廠 正在興起的過程當中 就是本來啦 默克其實是17世紀 就有的一家藥房 但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 他等於是在 重組成一個大型的 這個藥廠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要推廣他的這個產品 所以他把 我剛剛說了 他把他的廣告部是設在 廣告宣傳部是設在 實驗科學室的下面 所以他的目標就是 要用所謂的科學報告 研究報告來做為宣傳 佛慈好像也是這樣子 我們接著在當歸宿推出不多久 我就在科學國藥 右邊的那一篇 是在科學國藥這個刊物上 看到 介紹婦科條金催刃 催刃就是催懷孕 特效藥佛慈當歸宿 1934年又在家庭醫藥 這個醫學報告裡面 刊物上面又看到 介紹婦人科特效藥佛慈當歸宿 然後呢都是從月經跟生理開始談 然後中國的本草怎麼樣怎麼樣 接下去這個本草 在經過幾千年之後 如何如何的有效 最後終於得到 德國醫學界的公認跟實驗 實驗跟公認 然後 就是說 中國的本草 接到德國的實驗以後 要接回佛慈當歸宿 並沒有接回 Humano或是幽美露 這個也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他的第一招是那樣 第二招呢是用研究 來做宣傳 可是他這個研究呢 感覺上又跟默克的那個不大一樣 默克是他把他的藥 提供給臨床醫師 婦產科診所 然後這些診所的醫生 用在他們的病人身上之後 由病人的 有點像口述或者是醫案 來一個一個的證明說 一個一個女人的證明說 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藥是有效的 可是在中國的這個 所謂以研究做宣傳呢 看起來是專家研究 專家敘述 專家的聲音 專家宣傳 然後就以 它是一個全知的一個角度來寫 說中國的本草從以前是如何 現在接下去 受到德國的肯認 然後播持出了這樣子一個藥 回饋了或是呼應了 確認了我們幾千年來 所知道的這個知識 然後登在一個醫學刊物上面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宣傳 那這個就是我把剛才說 我說字比較密 看不太清楚 你可以從這裡面 就比較清楚的看到 它的論述的這種方式 這個跟我們在Humano 在德國的醫學期刊上 所看到的論述方式 是不一樣的 這個實在是非常有特色的 中國論述方式 他說 這個就是中間這一段 剛才比較密密麻麻 大家看不清楚的 我把它打出來 德國的婦科專家 希爾特博士 我剛剛已經說了 他不是婦科專家 他是漢學家 那麼但是呢 在佛慈的廣告裡面 他說他曾經研究中國的醫藥 將中國的藥當歸 應用科學的方法 抽出其有效的成分 履經動物實驗之後 分贈給歐洲各國醫科大學醫院 然後廣征各臨床醫 醫家之實驗 結果皆得其效 故最近希爾特博士 這個最近 1932年的最近的時候 希爾特已經 夏德其實已經去世了 最近希爾特博士 在德國的醫藥雜誌上聲稱 為歐美醫界對於富人月經不調整 還沒有有效的藥物 那這個所謂最近他說的 這個醫學雜誌 就是我剛剛講 1899年的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裡面 夏德 就Hearth 確實明確的說 西方沒有月經調經特效藥 我在中國發現了 當歸我要帶回去試試看 結果發現確實是有用的 不過那是1899年的事情 而其藥理的作用呢 然後他這個論述的方式就是說 西方沒有發現這個 可是在5000年前 中國的醫藥界 已經發現 調經的特效藥當歸 那麼他的藥理的作用 甚符合於現代科學 用中國醫書千年來的實驗 大家都 我們的這個中國的實驗 這其實都充滿了 在近代中醫的論述的方式 就是我們沒有進入臨床的實驗 我們沒有進入實驗室的實驗 或者是動物實驗 可是我們是幾千年來的女人 都實驗過了 這是我們是經過數千年的實驗 的調經藥 是中醫來療治婦科朱正 皆以當歸為君 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然後突然就餘 我覺得每次看到這種文件 你知道我是讀未經代表超出身的人 我們任何古代的史料 總共就三百字 已經不得了 我三百字可以寫篇文章 結果看這上面 那個主詞動來動去 我都不知道我要怎麼分析這個文本 前面是希爾特博士如何如何 然後這邊突然一個 魚 魚將當歸世行 藥理學實驗 方知 藥性無毒 沒有流產的副作用 且醫諸婦科專家 臨床對照以後 閒公認 這個是最有效的 距今數千年前 科學尚在彷徨黑暗的時候 發明的藥物 就已經能夠符合 現代科學的醫理 實在讓人驚嘆啊 歐洲的醫學界對於月經障害 到今天都沒有用 都沒有什麼藥 那現在我發現了這個是對 全球醫學界最有貢獻的 這個魚看起來應該就是Hearth 可是它突然出現在這裡 跟前面的主詞又不一樣 我就姑且全部給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它廣告的那個論述的 那個層層推進的方式 然後最後它告訴你 當歸是傘型科的植物 當歸的根 產於我國西部各地 沒有毒 然後呢是從神農本草經 就認為有用喔 漢代的醫生張仲錦 外台千金 千金是孫師廟 外台密要是王陶 五千年來齊皇以來 五千年我們都是這樣 我們的這個實驗 是用臨床時機 就是每個女人吃了都有用的 臨床實驗來告訴你 於是佛慈當歸宿 就這樣提煉出來了 而且因為提煉出來的 什麼呢 它有兩個 一個 它對抗的是優美露 它是地道藥材 免往返運輸 不用運到德國 治好再帶回來 所以呢 比較物美價廉 就是東西是更地道的原料 又免了這個往返 然後所以價格也比較便宜 可是另外一方面 中國人會問你 我為什麼要吃你佛慈的當歸宿 我家裡面當歸滿香都是啊 我自己煎湯每天都喝啊 它告訴你 No 不只是這樣 另外一個 當歸宿還要對抗當歸 因為它是去脂純精華 經過研究之後 當歸宿最重要的效用 可能來自於它的揮發油 你如果拿去煎湯以後 有一部分就揮發掉了 都沒有用了 剩下的其實是雜質 或者剩下10%的功效而已 可是經過現代的改良國藥 中藥吸制的這種方式 你可以把這些渣質全部都去掉 可是存下來的是精華 另外一方面 它服用鹼液 不用搞半天 煎湯等很久 一顆吞下去就可以了 還有呢 攜帶方便 這樣子女人呢 也可以出門啊 不必不出門啊 一定要蹲在家裡面煎藥啊 所以呢 這個當歸宿 它不是只有迎戰優美路 它還要迎戰本來就已經存在的生活習慣 因為當歸本來就在我們這邊 就已經在用了 那當歸宿的 這個迎戰優美路的第三招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廣告 廣告公式真的是數日一回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有趣的 但是 總不能所有東西都用廣告做嘛 研究不能全部都靠廣告 所以我前面還是 我覺得我還是應該要注意 其他的醫學報告啊 論文啊這些東西 數據啊 可是廣告實在是太吸引人 因為實在太多了 每天 每隔幾天就有 而且各大報都有 各小報也有 譬如一開始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這樣子的廣告說 這個是通便秘的 我們不管它 這個是通經的啊 當歸宿 當歸宿 等等等等 然後呢 接著它有時候就會放一個女人的臉 表示說這是女生吃的 佛池當歸宿 這個已經是比較後面了 第一個是用本草圖嘛 剛剛有沒有看到 一開始它是告訴你 我這個東西是用傳統中國 地道藥材 本草的這個當歸做的 接下去呢 它的這個廣告就出現 有女人 然後呢 有時候是一個女人拿著一顆碗 表示這個 這個當歸宿是這種樣子的 接下去呢 它就開始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圖案的東西 譬如 佛池當歸宿 然後呢 有一個女的躺在這邊 而且這個樣子好像都是西洋人 德國醫界公認 為婦科條經求是特效藥 各道藥房都有賣啊 等等等等 華商佛池大藥廠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廣告 就我剛剛說的 剛開始的時候還是用本草圖 後來就用女人的身體的樣子 除了這個feminine的這一點之外呢 佛池還用世界婦女 都會非常歡迎中國當歸宿做廣告 譬如說 高麗的婦女啊 也喜歡用中國當歸宿 西藏的婦女啊 也非常喜歡用中國當歸宿 然後呢 還接著 有各式各樣的女體之外呢 又開始 重點 調精催運 西方沒有調精特效藥 可是中國有催運林彥芳 西方沒有月精不調的藥 中國有催運林彥芳 其實這正說明了 Humano在歐洲 和當歸宿在中國 所訴求的不同的對象 和它的藥效 接下去 你說它這個迎戰有沒有成功呢 沒有辦法很確定的知道 佛池當歸宿到底賣的有多成功 譬如說 Humano在捷克賣的多成功 不但有報表 有廣告 也有一首詩 可以完全從幾方面一起來論證 可是佛池當歸宿在中國的賣法 到底成不成功 我不是非常的確定 尤其是當我們自己可以想得到 傳統的當歸的煎劑 那個湯 這到隨手可得 那月精不調的女性 真的需要跑去佛池藥廠的 委託的藥房 來買這個當歸宿來吃嗎 這實在是令人非常的懷疑 可是呢 迎戰到底有沒有成功 可不可以以它的廣告量 或者是說很多藥廠群起校友 來作為可能是有一點點成功 或至少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生機 有生意可以做的一個證明 那我看到了什麼呢 我就發現1932到1949之間 光光申報就有300多條廣告 其他大小報包括新聞報 或是小報像金剛這種小報 大概有1500多條 至少有6個藥廠6個產品 各自數日一回 廣告密度非常的高 這是我現在找到的 我覺得再繼續找下去 搞不好還會找到更多 意思就是說 這好像是一個有生機的生意 有利可圖的生意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藥廠 紛紛的投入 然後在上海 有北京各個地方 都有所謂的委託 就是合作的藥行 在幫忙賣這些東西 但是真的有這麼多人 在中國女人會去買嗎 我也不是很確定 因為這是我沒有看到數據的資料 只能從這個旁證來看看 那麼這些廣告呢 都有類似的地方 就是它是標榜國產 但它引述中醫 然後接下去說 這是德國醫學認證 醫學界認證的 而有一個萬變不離其中的廣告方式 就是調經催運 調經的目的 不是讓你舒服 有胃口 不失眠 生活愉快 或者是確認我沒有再懷了 可以輕鬆度日 不是 調經的目的 在中國的脈絡裡面 就是要催運 要能夠種子 要能夠生出小孩來 所以這廣告就越來越明顯 剛開始的時候是本草藥 後來是一個女人的樣子 後來一個女人不行了 女人還要搭配別的 比如說當歸兒出來以後 她讓你得容兼重 得容兼重 現代女性要得容兼重 要怎麼樣呢 要吃當歸兒 然後呢 廣告裡面 除了一個女人之外 她現在開始要抱一個小孩子 抱小孩 而且還說會建造一個健康的家庭 當歸兒 可以使你有一個健康的家庭 是有小孩的家庭 而且廣告的表現方式 越來越豐富 譬如說 你看這邊講 明月自賴還字去 當歸兒式種子丹 還要做首詩啊 或對子什麼之類的 來標榜 這個夫婦兩個人 如果沒有小孩的話 多難過 可是如果你吃了當歸兒 就可能會有小孩 或者是小孩真的生出來了 然後大家要開始吃紅蛋 要來慶祝了 然後她就說 你吃紅蛋的時候 應該要飲水思源 飲水思源要知道報恩 那個恩從哪裡來 是因為你們家吃了當歸兒 你們才有機會一起慶祝吃紅蛋 然後當歸兒是婦女 在嫖媚時期 就少女時期 少婦時期 中年時期 都會需要的東西 可是她的主治最重要的是 公冷不孕 不會懷孕 這個是最嚴重的事情 然後呢 還有從男性的角度 來做當歸兒廣告 說好消息 許出望外 夫人打電話 來告訴她說 我吃了當歸兒之後 終於可以懷孕產子了 等等等等 就高興的不得了 所以當歸兒的廣告 這麼強勢 這種情況下 當歸宿還得了 當然要急起直追 所以我就看 光廣告就可以 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 比如說 剛開始佛吃當歸宿 就是一個本草的圖嗎 後來就有一些女人的樣子 現在不行 要一個女人陪一個小孩子 你要有效才行 然後呢說當歸宿 養兒兒防老 然後不是女孩子不行 要一個男孩子 然後再來還不得了了 越來越多 一個女孩子一個男孩子 兩個都要抱起來 這才是幸福美滿的家庭 最後當歸宿說 能令婦女多子 你看 這廣告的內容 也是互有競爭 就是當歸兒出來之後 他打的那個標榜的 都是會生 而且用圖來表示 生一個生兩個生三個 幸福美滿的家庭 結果接下去我就發現 當歸宿的廣告 也從原來的本草 一個女人 變成一個女人帶一個女兒 一個女人帶一個兒子 一個女人帶一個兒子跟一個女兒 完美的家庭的這個形象 而同一個時候 優美路 Humano在 的廣告是什麼樣子呢 左邊是Humano 在歐洲的廣告 你看看 他還是在引用各種醫學報告 一大串的文字 然後給一個 我們有賣湯劑 也有賣定劑 然後Humano在中國呢 這是他的上海的藥單 他就說 這是產 月經困難 經痛 神經性的月經不調 的 吹精機 就這樣 一句話 沒了 所以 看起來如果 當歸宿 迎戰優美路 感覺應該是 會很有成效的 可能當歸宿 迎戰 我覺得很不幸的 也就是說 在Murk的檔案裡面 我沒有看到 我會看到 我有看到 Humano在捷克 在俄國 在匈牙利 意大利 甚至是巴西 還是哪裡 他賣的每一年 是賣了多少馬克 收了多少錢 可是偏偏 1928之後呢 就沒有任何 Murk 在中國 Humano賣了多少錢 回報出來 有具體數字 賣了多少馬克的 我其實有一點懷疑 可能根本就沒賣多少 就是說 沒有那個 很大的量的資料 有留下來 就沒有任何的資料 可以看得到 我們只看到廣告 就是說 他確實有要來中國賣 也做了介紹 一開始的時候 也曾經想要 投合中國人的這個 需求 比如說 調精種子 捨此莫由 可是很快的 他就回到了根源 所有Humano 在歐洲或美洲 或其他任何地方 賣藥的時候的廣告方式 就是 條列 基本上先說 他的功能就是 精痛跟精壁 然後就開始條列 這些醫學報告裡面 所提到的 文字 也沒有女體的廣告 也沒有女體 也沒有女人抱小孩 也沒有什麼 所以我在猜 當歸宿迎戰優美路 看起來是有點成功 可能是會成功的 反而當歸宿迎戰當歸 不曉得有沒有辦法 可能是沒有辦法 非常成功的 就是說當歸宿他要迎戰的 不只是優美路 從剛才我講到的 他還要迎戰當歸兒 然後呢 他還要迎戰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廣告呢 從本草到女人到一家四口 比較與這個 一末克或一末克精良藥品 或剛剛給大家看的上海藥單 你就會發現 實在是 Humano的廣告非常的陽春 那當歸宿的廣告 非常的繁複 因為他還要面對當歸兒 那 Humano的這個主制呢 它就是Amenoria 跟Dismenoria 其實就是金幣跟金痛 可是呢 當歸宿的主要的就是論述 就是種植 摧韻 求死 再來就是研究的方式呢 它也是放在各式各樣的醫學報告裡面 並且標榜這是本土地道改良藥材 去之責 紮質 然後免運輸 方便攜帶 而且便宜賣 1932推出 1933年開始 當歸宿就已經不再只是佛瓷的產品了 一下子就有當歸兒 就有其他的就陸系出來 誰都能提煉的揮發油 當歸宿是什麼東西 我說當歸宿是什麼 其實剛開始可能是佛瓷當歸宿 可是後來已經變成一個Generic 就是說從當歸提煉出來 能夠調精的這個東西 在中國的脈絡裡面 誰都在做 有一個東西呢 引起我的好奇 就是當歸精 這個當歸精 不是剛才那個當歸精 這個當歸精 它的廣告裡面 它標榜的是 有卵巢製劑 這個東西就有趣了 這也就使我想到 Humano最後落敗的痛疾 最後一疾 可能就來自於卵巢的藥劑 當歸宿的挑戰 其實可能也預示了 Humano的終局 怎麼說呢 紅花當歸精 這個是遺和藥廠的藥 他說裡面含了什麼 含了西藏紅花 這個也是可以復刻的藥 再來有地道的當歸 這個沒問題 還有動物卵巢的結晶 這是什麼 其實呢 就出現了所謂的荷爾蒙製藥 這個面向 可是在歐洲的那邊呢 二次大戰確實影響是很大的 尤其是德國跟美國是對戰的兩邊 所以美國原來有的藥廠也關了 然後也轉移 那二戰後的國際藥廠變成要重新來 重建貿易交通路線等等 中國政局都會變成是 德國要從中國進口當歸 然後要來繼續做他的這個Humano 有困難的地方 我在檔案裡面看到 採購部門就是說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 從中國穩定的取得 尤其是1949之後更不用說了 就是這個貿易路線 中共建政之後 他跟西方的這個關係 跟德國藥廠的關係 其實都非常不穩定 他不會那個賣東西 出口變得很不穩定 那來自印度呢 好像有一些替代的當歸燈 但是化學分析的判定是不一樣的 跟他們原來做Humano的這個來源不一樣 本來也希望從漢堡的港口進口當歸 結果發現來源不明 不曉得他是從哪裡來有點危險 那因為他這個Humano已經賣了很多年 又很有效 所以他不希望他的藥 那個原料的來源不清楚 然後會影響到他的品質 而且漢堡來的那個來源不明之外 價格又翻倍 另外一方面呢 最重要的是新舊的競爭 軟巢製技非常貴難取得 但是醫學界或者是婦產科學界 覺得是值得期待的 我們剛剛不是說他在傳統教科書裡面 他在這個醫學教科書裡面都還有被 被登錄嗎 沒有錯他是一直有被登錄 可是在1930年代之後 他就漸漸的被 在被登錄說Humano是治療通經 金幣的其中一個選項之後 就會出現一個一句話的淡書 就是跟原來比較正面的提出的這個印象 在教科書裡面已經開始有點被沒落下來 他會再說Humano是其中一個選項之後 他就會說 鮮少失敗但偶爾無效 至今為止Humano還是最好的 這是在1934的時候 可是呢 教科書的風向還是有點改變 1933年新版的復刻教材 這個是舊的 就是說原來就有登錄的 後來續出的這種還有看到 可是新寫的以後就沒有了 就不再把Humano放到 這個通經藥的這個選項裡面了 而且呢 復刻教科書會說 所謂的通經藥已經過時了 荷爾蒙的新藥 大大充實了我們的治療保庫 很明顯的已經 藥的這個角度已經在轉向 那默克藥廠的另外一個痛擊 就1961年的時候呢 就戰後他已經越來越難取得 從中國來的原料不用說 他還有一些原料 他還在做還在賣 可是新的原料已經越來越難取得 到1960年代 450年代就開始困難了 到1961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買不到原料了 的同時 德國另外一個 當時還是研究型的小藥廠 今天已經是大藥廠了 仙靈藥廠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可能不做醫學史的人 不會像我一樣 一天到晚都注意藥廠的廣告 或者是新聞 仙靈藥廠 在1961年的時候 出了一個口服避孕丸 它是荷爾蒙藥 馬上搶頭箱 然後大賣 這個對Merc 這個還在用傳統的當歸 來做通經藥 或者是婦科用藥的 是一個重大的衝擊 就它必須要改 因為你知道 它在189幾年開始要宣傳自己 建立一個大藥廠 然後變成一個先進的化學藥廠的時候 它當然是用最新的研究 就像我說的 它讓醫生來實驗這些新藥 然後寫醫學報告 登上醫學刊物 醫學期刊 然後再引用醫學期刊的文章 在自己的宣傳的廣告單章 然後再發送出去 這樣子的一個循環 如果現在人家新的是卵巢製劑 就是荷爾蒙藥的話 你還在用中國來的當歸根 你根本就是個落後的藥廠 所以他要重新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1961年 而且他又買不到原料 所以Humano漸漸的 就漸漸的從Merc藥廠裡面 就要退出來了 另外一個最後一個迎頭痛擊 是德國在1961年的時候 頒布了第一部 德國的第一部藥士法 要求所有的藥物要上市之前 都要向健康部來先登記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你原料已經很難取得 又有了新的荷爾蒙製劑的挑戰 再加上政府的法規越來越嚴格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默克藥廠就決定 不再來產製Humano來賣了 所以我在他們的檔案當中 最後看到的就是1961年的11月 12月的時候就決定 從1962年1月1號開始 停止內銷 那剩下的藥呢 因為捷克實在賣得太好了 所以剩下的存量 全部都拿到捷克去賣 至少還可以再撈一筆 有一些回收再回來 可是德國內部已經不能賣了 因為藥士法已經通過了 他也不要再賣 也沒有新的原料可以再做了 所以Humano可以說 從1896年Hearth從中國帶回去給默克 然後產製出試藥以後 給各個醫生試 然後正式上市 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甚至進入教科書 進入醫學期刊 全世界這樣子賣 各大州都有賣 甚至回到他原料產出國的中國 也跑來賣的這種情況下 一直到1961年終於停止了 就沒有了 Humano的生命大概64歲 比我還稍微老一點 之後我們就會發現 原來還收入Humano的 歐洲的這些藥品的清單裡面 在金碧藥、月經藥、經痛藥的向下 就藍胃下面 以前都是會Humano的 現在沒有了 現在就是Estrogen 就是黃體素啦 荷爾蒙的什麼素啦 什麼什麼素 的這樣子的登陸 換言之 時代已經全部改變了 傳統的通筋藥 已經變成了荷爾蒙之藥 那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 我剛剛說的 戰爭 原料來源 藥症的衝擊 全部都造成它的停產 那我們什麼時候 在看到Humano這個字呢 從1961之後到2013年的時候 歐盟有一個報告 一個完整報告 這個題目有興趣的人 我覺得我發現 歐盟這報告真的太感人了 也就是說歐洲的藥士 就是共同的醫藥的委員會吧 因為發現中國的當歸 或中國本草 其實還有很多是有效有用 有好的這種原料 那當然我相信中國的政府 也在不斷的push 尤其是像清蒼的這個 做出抗虐藥等等 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本草 都有在重新被發現新的好處之後呢 其實歐盟也重新考慮 當歸是不是要再 能夠重新拿出來給女人來用 結果他們經過了長期的調查 然後蒐集史料 然後研究報告 在2013年的時候得到的一個整體評估報告是說 對不起 當歸中國的當歸 它的毒性跟婦科用藥的有效性 跟藥理和臨床的數據都不夠完整 這其實也就是中國人吃這些藥的習慣 你很難有什麼數據 來給歐盟提出一個報告 讓他收盡 讓歐盟等於是登記認可 給他的民眾來使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說 人物的命運大概就1961真的就結束了 到2013的時候雖然好像要重啟生機 可是並沒有成功 大概也就這樣子 接下去就剩下本人作為歷史學者的研究 才會再進去了 醫學者會不會再 醫學研究者會不會再從Humano來做研究 或再來理解這個萃取物呢 這個要看醫家那邊的研究方式 那相對而言 當歸素的挑戰是什麼呢 它的挑戰其實不太一樣 Humano因為是有商業專利商標登記 所以他其實沒有什麼競爭者 他到中國才有競爭者 他在其他地方幾乎沒有競爭者 可是當歸素在本國內就很多很多競爭者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另外一方面到後來沒多久 抗戰就開始了 其實很多從西北的藥材 不見得能夠運出來 所以它的這個產製 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斷層 另外一方面後來我們在醫學報告裡面 也發現也開始有中國的醫生 開始對荷爾蒙製劑比較感興趣 包括剛才像紅花當歸素裡面 當歸精裡面標榜說 我不是只有用地道的當歸 我還有用動物卵巢的結晶 這其實都已經看得出來 漸漸的出現對於卵巢製劑 或者是荷爾蒙製劑的興趣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當歸素迎戰優美路可能是可以成功 可是當歸素要迎戰當歸 大概沒有辦法那麼成功 到今天台灣人可能都還在吃當歸 但是你看到誰會拿一個當歸素這樣吃下去呢 沒有啊 是不是 也沒有當歸兒 也沒有當歸精 也沒有當歸母 也沒有健美素 也沒有健體素 什麼都沒有 就是當歸就是當歸 這個是大概2002年的時候 社會學家所做的調查 台灣的女性在用十大補 就是台灣女性所用的補品的前十名 當歸事物永遠會排在這十名裡面 那排在比較前面的 有時候排在第三名 第四名 就是在青春期開始 生育年齡的時候 之後呢可能會稍微往下一點 但是還是會 過了生育年65歲以上的女性 她的十大補品裡面 就是綜合維他命 維生素E 維生素C 魚肝油 大家怕中風的啊 高血壓啦 我們彼此都很了解對不對 不會再去吃當歸幹嘛 死我不用吃了 已經過了生育年齡 所以換言之 當歸在傳統中國 至少到現在 她還在調精種子 飛齒墨油 或者是調精摧韻 飛齒墨油 過了這段時間 就沒有什麼興趣在 女性也沒有什麼興趣在吃這個 而女性吃的呢 也不會用當歸素一顆 當歸素的 或者是Humann的湯劑給她喝下去 不會 還是跟我青春期的時候一樣 調這個 煮這個飾物湯 然後吃當歸湯 覺得很香 這個東西實在是 抵不過的一個力量 可是 當歸是女人藥藥這件事 今天我們看起來好像理所當然啊 當歸變成是女人的藥 這個是怎麼回事 這個解釋 這個是我以前做過的研究 但是在這個 優美錄這個脈絡下面 我就覺得更好奇了 這就是我剛才給各位看到的 他一直標榜 這個東西是從五千年前就這樣 數千年前就這樣 數千年前當歸就是調精藥 齊皇以來五千年都是調精藥 然後呢 夏德也在他的文章裡面說 他是根據桃鴻井的神農本草經集柱 來獲得關於當歸或中國本草的知識的 可是我自己呢 從三世紀開始 就當歸出現在史料 中國的史料中 我做了一個一串的梳理 我發現其實當歸剛開始的時候 最重要其實是止痛兩方 他其實是止痛藥 他很有名的就是曹操的頭痛藥 曹操自己說的 他說他晚上要頭痛的話就喝湯歸湯 曹操都可以喝當歸湯 為什麼我的阿伯不願意喝當歸湯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袋枭雄都喝當歸湯 那在桃鴻井的這個本草集柱裡面 其實桃鴻井也是把當歸列在這個各種止痛藥下面 所以並不是當歸拿來調精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是當歸止痛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其實為什麼會變成女人藥藥呢 我覺得有一個 這是我的其中一個想法 我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這都可以再繼續追問還繼續研究 至少從我所看到的這個資料裡面看起來 當歸跟血有關 這個大概自古而然 這沒有問題 可是血跟女人的關係 其實在十世紀之後 其實是五到十三世紀之間 中國的婦科醫學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才越來越明顯 就原來中國的女人進入藥方裡面 或者是醫方裡面 大概就是生孩子的時候有難產有危險 那你會看到比較多資料 後來就發現 中國的醫生開始對女人能夠懷孕這件事情 也感興趣 懷孕的時候安胎也感到興趣 那住產跟產後條理更不用說了 所以呢 這個過程當中 中國的醫生開始全方位的認識女人 把女人從今代胎產全部一起認識的時候 女人跟血的關係就綁在一起了 包括有一個很常常用的 我竟然沒有血在這裡太過分了 經常用到的一句話叫做 婦人以血為本 就你要理解女人的身體 必須要從血這個角度來理解 所以在五到十三世紀的過程當中 血和女人變成 越來越密切的綁在一起 而在這個時候 因為當歸是個調血道 所以當歸和女人的關係 也越發的在醫書裡面 越來越明顯 那從十世紀之後 當歸大舉進入婦科方紀 在之前真的很少 在這之前 當歸如果跟女人會出現的話 都是在駐產或者是產後的時候 怎麼調經來幫助她駐孕 那個是比較後面的事情 十三世紀之後呢 女人不僅從天軌制到地道絕 甚至五時行經 就是更年期之後 都建議可以扶當歸 所以到了十六世紀 我們在本草綱目裡面 終於看到李時珍說 當歸調血為女人要藥 所以當歸是女人藥藥這件事情 是有一個歷史發展的 並不是五千年前自古以來 就這麼明確的被認知到的 可是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這件事情雖然在中國 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 而且也變成是這樣 當她到了歐洲 變成條金藥 又回中國 有當歸素來迎戰之後 她的婦科形象 似乎得到了再一次的強化 也就是說本來她就是女人藥藥了 沒有錯 可是當歸事實上 在一般的傳統裡面 她還是止痛啊 調血啊 還是有各式各樣的男人會吃啊 但是呢 當我們在 經過了去歐洲 再回來之後 彷彿當歸的婦科形象更加強調 在西方 她變成了是條金的特效藥 在中國她變成了是 仲子林彥芳 那我不知道這樣子的一個proposal 就是我提出這樣子一個可能性 是不是可以得到各位的 當然要請求各位的指教跟引導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我今天所講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 當歸有各式各樣的跨界出現 這個太明顯了 這不用我講就知道 她跨了國界 她跨了洲界 她在知識分類上 從本草變成了散型科 本來是香草類 變成散型科植物 她服用的方式 從湯液變成了定計 然後呢 她的代理人 從剛開始在德國 一開始用的時候 是藥廠商家跟企業人 到最後 國家也介入做研究推廣 然後她的認知功能 本來就有止痛呼吸調血 補血條筋 可是經過這個傳歐語返華之後 我認為她的復刻形象 是更加的強化了 希望這樣子的一個分享跟說明 可以得到各位的指教 可以多知道一點 那當然物的 本草的生命史做的人很多 包括在座的陳元彭老師 做龍骨 我們的朋友做大黃長山 檳榔的都有 那到今天 我們可能不會再用當歸素 直接吃下去 可是呢 我們會喝當歸茶 還是說給女人的當歸茶 這個是加州在賣的 這個是韓國在賣的 竟然拿來做衛生棉 不好意思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就加了一點香料 那這是我今天簡單跟各位分享 超過一點時間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好的 這個 在場的同學 還有三位陳老師 我們有陳元彭老師 陳靜津老師 還有陳國榮老師 三層子 相信各位同學都非常享受 曾德老師今天的一個演講的內容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做太多的摘述了 各位同學應該知道大概從第一節的部分 開始從一張廣告開始說起 然後談到夏德教授如何將這個當歸 介紹到德國 然後開始生產這個優美鹿 然後他又回銷到中國來 然後就引起在地的佛池 佛池這個當歸素的回擊 他利用各種三種主要的策略 之後老師再回溯 這個女人耀耀的一個過去的歷史 接下來我們當然就要先邀請陳元彭老師 來給我們進行這個語談 我們題目是那個當歸素營站的優美路 時間有限 我就哭 哭 哭 從您剛提到的那些重點 我感覺在您的報告裡面 有一個傢伙是我們本來有的 後來被人借去了 然後弄一弄再賣回來 那到底有多少人買它 我們也不清楚 但是本地呢 原產地又借了那套東西來說服大家 然後達成很好的生產效果 因為時間有限我就提大的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脈絡 是要建立在至少是知識階級 或者是程式階級 對於這種傳統的習慣或者是信仰 極度混亂的一個時代 就是我又相信它 但我又不相信它 那最好是有一個認證 這個認證在民國初年 或者是清末民初的時候 就是西方的認證 那西方認證變得非常重要 就在這個脈絡裡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延續性的狀態 就是即使在今天的華人世界 比方說台灣 我們仍然有使用汗藥的中藥的習慣 然後同學也是 學姐也是您看 這是最近一個 有9.9萬人粉絲的一個FB的那個 它的名字叫做 新冠肺炎確診交流群 這個裡面有將近一半以上的都在討論 你要吃什麼中藥來調理身體 你要什麼時候把那個清冠一號加下去 你不要完全相信 墨科藥廠的墨拉皮阿韋或什麼這些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在這場試劑大義裡面 我們所展現出來的 一方面我們信任西方的醫學醫療 二方面我們透露出來 我們對於傳統中醫在調理上的這種 但這個很特別 因為今天我們是在一個臨床的實驗之下 等於全球的實驗或全國的實驗以下 西醫不盡理想 中醫被拿出來重新的被推拱起來 我覺得這個都是以後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現象 這個跟李教授說的這個當歸素的優美 如果有什麼關係 其實是有關聯的 我的感覺是 比方說我覺得那個重點是 我剛剛說這個新冠肺炎這個什麼中醫的這個是 中醫好不容易在這一次站上風頭 就可以跟西醫平起平錯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 我們的疫苗卻非常非常渴望 需求西方的認可 不然他就會被罵死 不管他有效沒有效 反正西方沒有認可 這個世界沒有世界性的認可 他就會有問題 非常高端的遭遇 比方說高端遭遇 所以還有 我同學最多可以搜在網路上搜到的 你打康福顆粒 我們不算給誰做廣告 因為我吃的是這一家 康福顆粒 清冠一號 你看他後面寫的是什麼 他寫的是西醫的訪單 但他是一個中藥 而且他是一個援查的時候就有的清溫方 對 但他今天要經過西方的認證以後 我們才相信他 是不是啊 所以我覺得整個這件事情 其實你討論的這件事情 這個 近代跨界史的那個發生的領域發生的背景 就是在我們對於傳統中國醫學已經信心瀕臨崩潰 然後看到西方人拿去實驗有效 然後我們覺得 然後才有後面這段歷史 但這個東西可能是整個傳統中國醫學 存續到今日的一個 竟然是他維持生命於不贅的一個主因 就是他適切的跟西方醫學結合在一起 特別是藥物學結合在一起 他才有他今日的生命在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思的文化現象 那第二個是要跟學爺 就是請學爺一起思考的一個 您剛說那個 您不知道那個優美路在當時的賣量如何 我覺得考慮到那個申報的背景 考慮到那個 重要 就這種廣告對誰是有作用的 我覺得恐怕還是城市階級跟知識階級吧 雖然那個城市階級跟知識階級 跟整體的人口比例來講可能很小 但是就商業市場而言 我覺得應該也夠了 它應該有一定的規模 我要提醒學爺的是 當年那些城市階級 或者是那些知識階級 他們有常備藥的習慣 這個常備藥的習慣裡面是講品牌的 比方說 我剛聽您講那個魚肝油我就找了一下 因為我從小被那個東西整個快要死掉 您應該也吃過這個 托克絲 就那個背一條魚的那個乳白魚肝油 就這些是講品牌的 這些是講品牌的 一個家庭背這些藥 我們家要有魚肝油 他就會說要吃那個乳白魚肝油 托克絲魚肝油 要有那個 喇叭牌的那個真錄丸 也有別的牌子 但是這個是必備藥就是要求 還有那個百靈油 就是黃鈣的 Seven有賣那個黃鈣的百靈油 我在想 恐怕還是有一定的市場 對 但這方面就是資料 資料怎麼找的話 恐怕就比較困難 另外 另外像 像婦女雜誌不是也有一些 就是 介紹家庭應該要有的什麼 衛生保健常識 知識這些東西 恐怕也只有零星的東西裡面才會說 但是我覺得您要說它 它的那個 銷售額有限 我覺得恐怕這個 這個 也不必這麼悲觀 我會這樣覺得 對 因為考量到那個 消費的品牌的那種習慣的話 恐怕應該還好 我看 已經55分了 還要給同學留一些時間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連拋磚語域都說 說一些個人的意見 同學帶有什麼意見 就我們把這個時間交給潘老師 讓他來主持 徐姐 我就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的 謝謝 陳昀鵬老師的語談 因為可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壓縮了一點 他這個評論的空間 不過基本上就是 可以歸納為 這個 剛剛他講的這個 城市階級跟知識階級的 可能面對 中國本身的文化的 本體跟西方在交接的時候 可能一種矛盾的一種狀態 另外就是關於這個 這個銷售量的一個問題 那我個人是 對於那個文化生產品 就是 德國他在接受的過程當中 產生這些文化生產品 我覺得 這印象蠻深刻的 那或許 比如說可能是當歸數在 他生產的時候 在中國是不是有類似的一個現象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有徵求到主辦單位的一個 一個 這個同意之下 我們本來應該是 準時要 五點要結束 但是因為 曾德老師難得來這邊 所以我們還是要開放一些 QA的一個時間 所以是不是我們就 歡迎 網路有限問題 網路有限問題 QA的一個問題 OK 那老師要先回應嗎 剛才網路上有提一些問題 我有稍微登記 可能如果沒有完整 請見諒 一個就是問 有一位問到 默克把廣告部放在 研發部下 是什麼意思 那我覺得這個是還蠻明顯的 他自己內部的報告也這樣寫 後來研究默克三百年史的 學者也這樣寫 就是他們就是希望標榜他們的宣傳 都是依據科學研究的結果 沒有空口說白話 口說無憑的事 全部都要有數據 所以他會用 宣傳的方式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種循環的方式 他先把藥拿去請 婦產科醫師 給他的病人 臨床真的吃了以後 得到了這個結果 然後寫成報告 然後登在醫學刊物上 然後在自己的這個宣傳部 再去摘錄這些醫學雜誌上面的 敘事放在他的那個廣告裡面 所以他的 他的基本的想法 其實就是希望標榜 他不是傳統老式那種靠關係 在賣藥的那種商家 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新式的 要變成一個大藥廠 的這個已經朝那個方向去了 所以他要用科學的證據 來做自己宣傳的基礎 這個是還蠻明顯 就在他的內部資料跟後來的研究 跟我們看到的行動 大概基本上都可以證實是用這種方式 那另外一個在網路上面也有人提供 我覺得非常感謝就是剛才好像那個 這個姓宜的建美術 我找到的資料是 因為我在申報跟新聞報先找 比較早一些大報先找 所以看到的是1940還是44 那剛才在網路上有朋友提供說 可能梁友妍應該去看一下 或者是大公報 就是更早說不定就已經有了 那就是更厲害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本來覺得比較強的競爭對手是當歸二 那個量實在是非常大 其他的陸續都其實量都沒有非常的多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是陸續發生 那如果說其實當歸數當歸二出來沒多久 其實其他的就一蜂擁就出來的話 那可能真的有點像 就回應剛才袁彭老師提的 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他確實是有市場的 而這個市場可能是有一個特定的階層 跟特定的族群 非常會特別喜歡或者是會願意 嘗試用這種新藥的 所以不是只有優美露 可能會賣到一個一定的程度 那當歸數當歸兒當歸金 建美樹建美露 其實很可能也會有一定的市場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可能應該可以再繼續發展下去 可以再找出來 另外我覺得優美露除了是可能在上海 或者是特定的精英知識階層之外 我也覺得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對象 其實是在上海的外國人 確實如果是有特定階層 還有特定的外國人族群 那是會有市場 只是那個數據 沒有辦法像我在看捷克 或是意大利 匈牙利那麼明確而已 好 那暫時先回應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老師的 針對線上的觀眾 所做的一些回應 那我們 我們現場是不是開放一到兩個問題 接受我們現場同學或老師的提問 然後最後我們再留一些些時間 讓李正老師來回應我們剛剛宇潭人 陳昀鵬老師的一些討論 我們現場是不是有同學要提問呢 如果現場 我等現場有沒有同學提問 那現場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的問題 有一個聽眾說 他說說在 剛才李老師提到中藥的慣用 廣告宣傳手法 他這個題目其實蠻大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會大 他說他會有這個問題 主要是想說 比較西方的藥廠 在推銷西藥的宣傳手法的一筒 比如說以什麼事實為根據 宣傳療效等等 或是用什麼樣的敘事方式 達到宣傳的目的 OK 這是一個觀眾所說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說中草藥未經西方 驗證功效 卻有多少人口的實際體驗 是否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OK 這個問題可能蠻大 另外補充一點 剛剛謝謝李老師 對海報的誇獎 這個是我們那個 中文外文系學生設計的 OK 好 那以上兩個問題吧 那現場我們同學是不是 就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再問一個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疑問 就是因為本身也不是本草學方面的研究者 就是說剛剛前面有在討論一些分類的問題 那不曉得說 那的一個分類一個變遷的一個狀況 大概是能給我們一些什麼的啟示 或他有什麼在我們在做這個研究上的一個意義是什麼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就剩下的時間都交 就讓老師來進行一些回應 好 那個剛才的那個線上的朋友的問題 還有這個潘老師陳老師問 其實都很大 而且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就先說 我本來是做未經代美超出身的 你們問我近代的問題我都答不出來 這個是真的 那至於廣告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西方的那個 因為我純粹是因為追著優美路 然後跑到默克藥廠去看檔案 所以才知道他們用這種方式在做廣告 而且這個很可能是19世紀或20世紀 像默克這樣的大藥廠 希望以科學為證據才進行的 至於以前他們是如何用 有沒有用廣告 用什麼樣的報紙用什麼 這個老師說 我自己都還要再做一點研究以後才能夠回答 但是中國這個部分呢 我自己感到驚訝的地方 反而是當歸素當歸兒等等等等這些廣告 我沒有看到證詞的這種廣告 這個是很令人驚訝的 因為傳統當歸的那個 比如說同一個時間當歸照樣有廣告啊 當歸湯當歸如何的有效治療了我太太的病啊 然後我的一個朋友的某一個人的太太幾歲的時候得了什麼病 一直都怎麼樣沒辦法懷孕 後來我們從哪裡得到了一個從明代以來的方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吃了以後就當歸的那個湯忌 就好了啊 這種像醫案就從明清醫案以來的這一類的一個case 然後本人或者是醫生或者是親屬 敘述這個療程然後怎麼樣的成功 然後替這個藥或替這個醫生標榜 這個是傳統悠久 而且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的報紙上面 也會有這種 可能甚至有時候是一個家長帶著太太跟小孩子 來說當歸或者是哪一個傳統中藥如何的有效哪一個方 其實是幫助我們一家重新恢復了健康啊正常 可是我在當歸宿當歸兒當歸母當歸金 竟然都沒有看到這種 反而看到的是女體然後抱小孩 那我就仔細看裡面的行文 裡面沒有任何是屬於用病家用戶的字數的這種東西 如果有細的行文比較多的 還是希爾特博士說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這個可能可以回應同樣是回應袁彭老師剛剛講的 在一個中西交流衝擊混亂的狀態當中的時候 西方的認證確實是非常重要 而且各位如果記得我剛剛說1928他終於進來了 1929就開始談肺中醫啊 然後大家就開始那是中醫要整個都不要嗎 還是說要其實本草還是可以值得的呢 是怎麼樣 所以如果能夠有西方的四大醫學專家 雖然我們知道他並不是醫學博士 可是他四大醫學專家幫你認證你的本草所做的製劑 其實是有效的 這個西方認證確實是會有一個安定的效果 或者是給你一個我不用要全部把中醫都廢掉 至少本草這個東西是可以留下來 我們只要改良他所以會出現佛慈大藥廠 改良國藥第一號等等等等這樣子的宣稱 我覺得這個確實是在那個特殊時空 有了這樣子的一個特殊時空 西方謝爾特博士說的話 其實比某一個太太說我好幾天都沒有月經 好幾年月經都不順 那個是古老的東西了 那個是舊的宣傳的方式 這樣子的大藥廠或是藥行 他的宣傳基本上都是我講的那一種 就是至少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後 所看到的都是條列Humano 什麼樣什麼樣的組織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如果更詳細一點就是 哪一個醫學報告裡面你可以去查 他會把那個有一個廣告甚至九篇論文 誰會為了要買一個條金要看九篇論文來證明呢 可是不見得你真的會去看那個論文 可是這個就是他取信於買家的重點 可是中國的取信於買家的重點就不是 傳統他是用正人法 我吃了我們家恢復幸福健康 可是新的就是德國的四大醫學博士說 這個是有效的 所以我覺得圓鵬老師剛剛講的非常重要 就是這是一個特定時空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 尤其是在費中醫案以後出現更是明顯 至於為什麼到今天高端跟清冠都還需要呢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的特定的處境 在WHO進不去的 我覺得啦 那個恐怕有另外一個set的特定時空 可是他們有神似的地方 也就是說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一直都處在這種狀態當中也說不定 這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 我已經忘記了 可以啦 時間已經到了 我就一個回答太久 以後有機會繼續研究再來跟各位分享 謝謝大家 好的 我們東華大學的學生很幸福 接連兩個禮拜好幾位老師學者來這邊 都是來跟大家分享他們最新的一個研究的一個狀況跟心得 那也就是說你們是最早看到這些一個新的一個研究的一個初步的一個發表 那隨著剛剛老師 曾德老師的一個回應 那當然可能很多問題還沒有機會可以提出來跟回答 等一下或許等一下活動結束之後還有機會 那我們今天謝謝在場的阿金老師 還有我們兩位陳老師以及所有同學 當然最重要的是李曾德老師他一個辛苦的演講 我們最後再掌聲鼓勵一下 當然最後就是現場的團隊 我們還有我們東華歷史系的這個小子姐姐 在這個過程當中都非常辛苦 那麼也謝謝線上的觀眾朋友 大家我們期待下一場第67場我們在線上見 謝謝再見拜拜 謝謝 謝謝 我來關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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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